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集同大家更新一下疫情方面的資訊。 澳門昨天新增了3例的陽性個案, 都是在管控裏面發現。 現在我們由6月18號起, 累計有1819例的陽性個案。 今日我們仍然沒有這個社區個案, 已經連續5天沒有這個個案。 而就算是我們去到22號, 都只不過是1例的社區個案, 即是我們是這麼多日加起來只有1單。 可能我們30號或31號的全民核酸檢測, 只要是查不到有新的社區個案出現的話, 我相信我們下個星期二是好大機會可以開回堂食。 不過開回堂食同時都要做核酸才有得你食。 還有補習社、教育中心等也要做核酸才可以。 不知道這種所謂的常態化核酸我們是要做到多久。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就是澳門這邊加息。 根據澳門金管局在28號公佈, 它就將貼現槍的基本利率調升了75個基點去到2.75%。 金管局提到澳門幣跟港幣做了掛鉤, 兩地政策的息率必須基本一致, 去維持港澳聯繫匯率制度的有效運作。 所以澳門今天就跟著香港金管局同步調整基本利率。 其實基本利率上升了的話, 對公樓人士來說負擔都應該是重了。 如果是正常來說, 如果是加息, 樓價應該是會有所下跌的。 今次算得上是第一次的加息來的。 如果今年之內又再加多1-2次息的話, 其實對公樓的人來說, 額壓力或負擔會高很多。 有時就算是你公樓每個月多多1-2千元, 你有時無錢就是無錢的了。 更何況有些人, 樓價或是他所買的舖位借了銀行的錢是非常之多, 他們公樓額外多出來的錢只會是更加多。 再加上現在經濟那麼差,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賺到錢。 在這樣的情況下, 他們燒自己老闆可以燒得到多久呢? 就算是現在他們想賣樓或是賣店出貨, 我相信打那個折頭亦都會要相當高, 才會有人去接到手。 所以如果樓價是一旦出現崩盤的情況的話, 我相信到時澳門的經濟一定是會非常之恐怖的啦。 好了,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留言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